台北 台灣 美女願意騎隊 登上美國玫瑰花車遊行 125人隊伍沿著9公里路程 展現苦練成果 沿途75萬名觀眾熱情歡呼 還有人喊著台灣加油 學生們抵達終點時直呼感動 很多人跟你打招呼 或幫你尖叫 或跟你歡呼然後揮手 然後就是如果你在 就是真的撐不下去的時候 那些人的尖叫會讓你 很想要繼續走下去 遊行的時候 我們每次玩一套槍法 就會跟旁邊的人揮手 然後我覺得就是很感動 就是旁邊的人都很熱烈的 歡迎我們這樣子 然後也有看到蠻多台灣人 就是喊北一女加油之類的 很多人在那邊喊台灣 或是會台灣的國情 然後就想說台灣就是 讓就是在這場活動中 讓台灣被世界看到這樣 按入第134屆的玫瑰花車 這個遊行是美國元旦重大的新年盛會 今年在美西時間1月2號上午登場 76個表演團體中 只有六支國際隊伍 北宇女是其中一隊 他們帶著總統蔡英文 輕瘦的國旗登上遊行 校長就一直堅持說 我們需要拿國旗出來代表國家 代表台灣代表中華民國 結果我跟大會一直爭取了兩個多禮拜 成功了 小朋友練得那麼辛苦 就是為了出來替我們就講為國爭光 有機會秀出我們的隊伍 秀出我們的國民 那坦白說終於成形了 我是很高興啊 近兩個小時的徒步演出 北宇女全程保持嚴謹風格 直到抵達終點才放鬆心情 學生們恢復高中生年紀的活潑笑容 與各國行進樂隊成員交流 拍照留念 謝謝你 謝謝 再見 謝謝 這非常有趣 我非常感謝 這年來都做得很好 旗登上看得很好 這應該是很好的時間 遊行終點處 主辦方準備了家中名產 一年到漢堡餐車 有共產人員得知北宇女隊伍 來自台灣後熱情攀談 暖心感謝學生們遠道而來演出 睽違18年 北宇女樂儀騎隊再度登上玫瑰花車遊行 他們精彩的表現 獲得國際友人掌聲 也會自己留下滿滿回憶